首批10个来自广东省三甲医院的医生 透过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 内港参与临床工作已经大约5个月 由三月医生和医管局都说 经过一至两个月时间适应 都可以独立工作 未来会将计划常态化 穿蓝色工作衣的康旭坤 现时在马加烈医院内科及老人科任妇顾问医生 他本身是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 今年4月来港之后 初期由医院里面资深的本地医生 带着巡访和熟集流程 此于检查 例如支气管内窥镜 由于他是非本港注册专科医生 要在监督下进行 其实我广州本地人 我小时候都是看TVB大的 所以现在其实语言方面 有些词我都是听得明白的 医学上的东西 无论你用中文也好 日文也好 英文也好 其实整个principle都是一样的 这样其实程序上不会有太多的差别 约密是因为每一个地方 它不同的生产商 这样它会有不同的规格 但是你用下去都是同样的indicator 他说医管局都有提供使用手术 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参考 医管局说康毓坤在疫情期间 曾经来港协助 对本港医院流程有一定认识 今次在来港一年交流 适应一次两个月已经可以独立运作 两地医生已经交流大约五个月 有什么体会呢 香港医生那边的医院 有时对一个怀疑肺癌的病人 可能可以今天入院 可能明天就会做素描 后天就会做指挤管镜 如果相比在我们医工局的情况 都未必真的有可能 可以这么快速地做到这方面的治疗 安排一些检查的时间 可能我们那个休息的次序 都可能可以再细分一些 一样香港医生的同质化比较高 无论是一个急症医院也好 射康医生也好 之间的水平之间就不会差得太远 因为这个在内地疗疗广阔的原因 的确会有些差别 剩下9个内地来港医生 分别在九龙中、九龙西和新界西联网 麻醉科、心血管科、传染病科和放射科等工作 医管局说大湾医疗人才交流计划 未来会常态化 将会逐步深发两地交流的深度和宽度 另外医管局又提到 早前在英国和澳洲 向100名非本地培训医生发聘书 有10个人今个月可以上班 无线电视记者周永音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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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